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来看本章第五节 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谁来了解啊 集团项目组 对 那我们在集团财务报表审计当中 老师在前面给大家有这么一个示意图 假定我们是ABC会计师事务所 承接了假公司 假集团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么项目组呢 是A注册会计师 也就是叫集团项目伙伙人负责这个项目 同时呢 有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其实就是一家事务所 假定假定我这个A不同时是B 我集团项目组不是同时审计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说这个XYZ会计师事务所 就是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意思了 好 那他审计的这个组成部分 假定说一公司上市公司2022年的财务报表 我们呢 审计假集团公司2022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给大家把这个图拿过来 我们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在审计 我们在这里审计假集团公司 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审计我们集团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这就产生了关系了 对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那我们在第一节也给大家画了这么一个图 就是说整个16章 它是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 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集团项目组 它和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关系 是纠结的关系 对 那在这里我要利用他的工作 好 大家注意 如果我要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工作 或者我计划利用他 我就要了解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就要就来评价 我能不能利用他 所以我要评价是否利用 能否利用 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整个第16章 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承接业务的时候 我的审计目的的时候都会讨论 对吧 我注册会计师审计集团财务报表 我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我能不能与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沟通 第二个 我来发表审计一件 对集团财务报表 是不是 好 那么从16章第5节 大家要把这3节 又要串起来 第5节 就是我如果计划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为什么叫计划呢 你看这种情况下你得利用啊 我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XYZ事务所审计的 我们是审计集团财务报表 包含这个乙公司 这个组成部分 这个贾集团不可能又花一把钱 让我们重新审计一共是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叫计划利用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对吧 如果你计划利用 你就要了解啊 16章第5节是了解 了解评价是否能够利用 如果说能 那我们利用的过程 16章第7节 别忘了啊 要参与 这就是参与他的工作 然后呢 第5节是了解 并评价 啊 评价 基于你要利用 你就要了解并评价 然后呢 16章第9节呢 就是我们 我们集团项目组 集团项目组 和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就要沟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双向沟通 知道吗 双向沟通 既要了解 要了解 要利用 就要了解并评价 能不能利用 如果能利用 我在过程当中要参与 参与了以后 16章第9节就要双向沟通 所以这个三节的内容 就涉及到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或者涉及到 咱们集团项目组 和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 关系 对 这个关系就是 我们已经归纳过 再看一遍也不过分 因为我已经把整个 这一章的关系 给大家写在这里来了 对 好 那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 我在什么时候能够利用呢 我了解 就是为了评价 能不能利用 我在什么时候能利用 大家注意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当然还要想到一件事 还想到这一件事 先把这个图再看一下 我们是审计甲集团公司的 合并财务报表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包含了 它的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对 而这个组成部分呢 是一个重要的 然后呢 有组成部分 做的会计是审计了 对吧 审计了 那我不可能呢 我们说 我们APC事务所不要钱 重新审 来不及 也从集团财务报表 审计当中 也不能让你这样操作 既然是以公司 已经有组成部分 做的会计是审计了 那我就了解和评价他 能不能利用 假定说满足了条件 能够利用 我就参与他的工作 对吧 然后给他沟通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 那我们说 在整个集团财务报表 审计当中 我有的地方 能利用组成部分 做的会计师 有的地方是不能的 有哪些能和不能呢 我们通过这个图来 提前归纳总结给自己 比如说 这个组成部分 具有财务重大性 我们用A表示 那咱们呢 就要对整个的 这个组成部分 要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 出去报告的 那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利用啊 能 比如说 XY事务所 审计 以公司 上市公司 哎 你看到啊 我 我们就要利用 XY事务所 也就是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审计整个的信息 什么叫审计呢 就是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 出去报告 好 哦 我知道了 重要的 财务重大性的 我可以利用 是的 特别风险的呢 我也可以 特别风险的 这个组成部分呢 他可能审计 整个组成部分的 财务信息 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 出局报告 可能呢 他是审某些项目 可能呢 他是做特定的 审计程序 告诉大家 只要有 审计两个字的 审计 或者做特定项目的 审计 或者做特定的 审计程序 都能够利用 对 好 那么 这个非重要的 组成部分 在集团层面 做分析程序 能不能利用 No 不能 不能利用 对 当然我们说 要了解 集团层面 和集团 组成部分层面的内控 我能不能 利用 他去了解 集团层面的内控呢 这个老师讲了 不能 能不能对集团层面 做分析程序 我组成部分 做的话题是 带集团项目 做的 不能一共是两个不能 给大家回落出来了 对 好 那接下来 如果说审计正绩不充分 我还要把不重要的 把不重要的部分 选出来 若干 来做审计 审阅 审计审阅 特定程序的审计 审计特定的项目 可不可以利用呢 可以 总之 哪些可以 看这个图就知道 分析程序不能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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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对 所以 第十六章 就需要你不断的归纳总结 然后呢 你才能够应付 他 问的一些问题 对吧 是的 好 这个就我们把这些内容 回顾了 哦 我之所以要了解 谁要利用 我在什么时候能利用 是不是 我要利用 就要了解 就要评价 对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了解组成部分 注册关系的必要心 和思想 刚才老师已经讲了 你要利用他 你计划要求他执行工作 那么你就去了解 这句话我们知道 但是什么意思呢 都是很清楚 哎 老师把这个图告诉你了 你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我计划要利用呢 你看这种情况下 你利不利用 你不可能不利用 对吧 你公司是上市公司 这个XYZ会计事务所 已经审计了2020 2022年的 你审计合并报表 难道你 你能够不利用吗 如果他能利用的时候 你不利用 不可能呢 是不是 在这个情况下 我是计划利用的 所以我要来了解 我们A比C来了解 XY评价 他能否满足我利用的条件 就这个意思了 好 明白了 计划要求他执行工作 那么我却要了解 不计划利用他的工作 我就不了解 这是必要性 必要性 老师在这个地方 写了两个字 结论 等于说这是要考的 他的观点是很清楚的 你老人家小心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了解什么事项呢 这个要考的 我写了两个字 结论 打个括号 就是要考的 我接下来要了解四个 这个一定要掌握的 考单选都选 简答都可能 好 那我要了解的四项 是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是否遵守 否是否了解 并遵守了 集团审计 集团审计的职业道德要求 特别是独立性 他了解了 遵守了没有 了解了 遵守了 如果说yes 那就是ok 如果yes 那我就可以利用 好 第二个 他有没有具备这个能力 如果说yes 能 我能够 项目组参与他 是否足以获取 针对的 yes ok 如果是yes 我就能够利用 还有 这个xyz 它是不是一家 事务所 快据的事务所 它都要符合 我们审计教材 21章第一节和 21章第二节的质量管理 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事务所的监管 它是不是有效的呢 什么叫有效的呢 它要符合 它要遵守21章 教材21章第一节 背后的5101号准则 就是会计事务所 业务资量管理 第5101号准则 还有呢 21章第二节 5102号准则 它能遵守吗 能 它是事务所 它要遵守5101和5102 在教材21章第一节 第二节 它能遵守吗 经过我的了解评价 它是处在积极的 监管环境的yes 好 ok 所以这个四个 我全部要去了解评价 是yes还是no 我既要去了解它 还要评价yes还是no 如果都是yes ok 你就可以利用 你计划利用 是不是 你计划要求利用他的工作 你去了解 了解的四个全是yes 全是yes 你就可以 好 那么在什么时候 不能利用呢 好来了 不应利用 就是不满足yes的条件 比如说 不符合独立性 那不能利用 那意味着 你不能利用的意思 你不能利用组成部分 注册管理师 你得亲自做 对吧 你不能利用他的神迹 那你亲自做 好 不符合独立性 第二呢 不具备 或者是说 他的能力 存有重大疑虑 第一是不符合 第二是 存有重大疑虑 对他的能力 你不能 你得亲自去做 第三呢 对项目组 参与他的工作 是否足以 获取成分事当的证据 存有重大疑虑 好 那你不能利用 你得亲自去做 你集团项目组 还有呢 对这个 遵守 职业道德的要求 存有重大疑虑 你看啊 都是重大疑虑 都有重大疑虑的 你不能利用 不能利用 那怎么搞 你亲自去做啊 对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你亲自去该做审计 该做特定的程序 你自己搞 这个很清楚 大家注意啊 结论 好 这里有一个词 叫存有重大疑虑 存有重大疑虑 存有重大疑虑 你也咬文嚼字 对独立性呢 是不符合 这四个任何一个 都不能利用 全部满足才可以 什么叫全部满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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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 如果哪一个是 不符合 或者是存有重大疑虑的 不可以 好 那么有的情况呀 不是重大疑虑 还有呢 他也有监管环境 只是未处于积极有效 他还是有的 哎 在这两种情况下 看看啊 能力和监管上 有残缺 有不如意 但是呢 他还是有 不是重大疑虑 未处于积极有效的监管 他有监管 那你采取措施 还是可以利用 哎 你采取措施 可以利用 这里有松口的地方 松口 松洞 有松洞的地方 哎 他的能力 并非有重大疑虑 是没有 我们集团项目组 那么满意 但是 他还是有 证则能力的 只是 有个别的地方 达不到要求 就并非重大的疑虑 他的事物所的监管环境 并非 没有监管 是 未处于积极有效 他还是有监管 有松洞 这个地方 有不如意的地方 哎 我采取措施 我可以利用 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参与他的工作啊 我追加风险评估程序 和进一步审计程序 我就补救 这就相当于补 我通过 补救 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还是可以利用 你看 可以利用 有两种 意味着 还有两种是 免谈的 如果独立性 不符合 没有补救 无补救 啊 采取补救 算是也不可以 独立性 如果不符合 不用谈了 没条件 没谈的 对吧 没谈的 而这些道德要求 不符合 没谈的 无补救 什么地方可以补救呢 大家注意 就是说 哎 他的能力呢 并非重大疑虑 有不满意 并非重大疑虑 他的监管呢 哎 监管有监管 有监管 就是为 为出于积极有效的监管 所以能和不能 要非常清楚 搞清楚了 是送分题 比如说2022年 这个题 大家看 项目组不能通过 对组成部分 实施追加程序 消除不利影响 那是什么 啊 补救无效 哪个 独立性和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的问题 独立性的问题 如果达不到要求 补救补不了 啊 补不了 补救不了 比如说 第一个 不符合独立性 不符合独立性 不能利用 比如说 你的专业生生的能力 存有并非重大的 哎 可以补救 可以通过补救 追加程序 去补救 还是可以利用 他有监管 只是为出于积极有效 哎 这个可以补救 啊 还有组成部分 住在管理制 工作不充分 他的工作不充分 我可以追加 所以 能 不得利用 能够利用 可以利用 都是很清楚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2018年 请看 对于集团 在外边生计 导致我无法利用的是什么 独立性 来找独立性 不符合独立性要求 哎 不能利用 独立性没有任何的 这个空间 这没有余地 对吧 比如说选项A 为出于积极有效的 可以通过追加程序去补救 可以利用 采取措施可以利用 比如说选项C 集团项目组 对组织部分的专业能力 存有并非重大的 我追加程序去补救 可以 还有选项D 组织部分 注册会计是无法向我们提供所有的低稿 它本来就不用提供所有的低稿 你知道吗 这个不影响 对吧 不影响 低稿的所有权在哪 低稿的所有权在组织部分 在那个事务所 在XY会计事务所 对吧 所以这个选项D 本来就不影响我们 好 所以这个评价的事项 大家要注意 文字很多 其实内容很简单 请注意啊 看好 计划利用 我就要了解 组织部分 组织会计是四个事项 四个 第一个独立性 第二个能力 第三个积极有效的监管 第四个参与他的工作 那么 在两个情况下 有余地 你即使达不到要求 可以通过追加程序 哪两个呢 就是 他的能力并非重大疑虑 是不是 他的监管环境 是未处于积极有效 在这两种情况下 咱们可以通过追加的程序 参与他的工作 去补救 那如果说独立性达不到 不能利用 如果说 他的专业生成能力存在 存有 重大疑虑 不能 如果说参与他的工作 存有重大疑虑 不能利用 职业道德 存有重大疑虑 不能利用 可以利用的只有两种 不能利用的 四种 四种已经说了 达不到要求的这四种 第一个 就是不符合独立性 第二个能力存有重大疑虑 第三个 就是参与他的工作 存有重大疑虑 第四个 职业道德的要求 存有重大疑虑 不能 可以的是 他的专业生成能力 并非重大疑虑 可以追加和 参与他的工作 然后呢 他的事务所的监管是 并非 没有监管 而是未处于积极有效 那可以 所以 第十六章第五节 了解 评价 决定 能不能利用 对吧 当然 如果能利用呢 能利用 我们说了 第十六章 第七节 你利用他的工作 你就要参与他的工作 好 参与他的工作 请注意 第十六章第七节 你参与他的什么工作呢 参与风险名顾程序 去识别 对于组成部分来讲 给我的集团 超货报表 有没有特别风险 如果有的 我来再来决定 是否参与 进一步审计程序 怎么参与 参与的方式有六种 参与的类型 风险名顾程序 是不得不参与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 根据你的 风险名顾程序 参与的结果 来决定是否 进一步参与 对 是不是 所以十六章第五节 十六章第七节 还有第九节 我们把它这样子跨节 就慢慢的打通 对的 下面呢 我们就看 关于这个审计的目标 然后呢 利不利用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 是了解的情况 我们清楚了 但是我们如果 对重要的要审计的话 就要确定重要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重要性这一节 非常的重要 对吧 主要有两个问题 先来看集团财务报表 重要性 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呢 我们叫集团财务报表 相关的重要性 它的大道理和教材 第二章第三节的 那个杯子的道理 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这里 加了两个字 集团 把这个杯子装满 叫集团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还是要会说的 集团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把杯子装满的容量 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能有特定类别的 特定类别的交易 或账户与额 或披露一个或多个的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我们简称B 可能是一个小于A 可能还有两个 第二个小于A 一个或多个 好 这个道理一样 接着呢 我们说在实施层面呢 有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还有对于集团来讲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明显微小 错暴的临界值 注意 这个是一个考点 怎么考呢 请听 我先说 后面还会展开 就是我们组成部分的 住宅会议师 在审计组成部分的时候 我要利用他的工作 如果他识别到 他的组成部分当中 错暴 只要是高于这个 集团的明显微小 错暴的临界值 组成部分住宅会议师 要跟集团项目组报告 听得懂吧 就是说我们集团 是有一个以上的 组成部分构成的 如果组成部分 住宅会议师 在审计他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发现的错暴 只要是高于这个金额的 那么就要给我们 集团项目组回报 对 他不是高于他自己的 什么什么 是高于集团的 这个明显微小 错暴的临界值 是的 他有一个沟通的问题 这里就在这个地方 先给大家提示 后面还会说的 对 好 这是集团的相关的重要性 集团财务报表相关的重要性 大杯子 好 那大杯子呢 我们知道 再就是在集团审计当中 就有组成部分重要性 组成部分重要性呢 我们把它划到和集团的并列 就是说左边是集团 右边的是组成部分 但是大家注意 为什么并列呢 就是他和他有关系 比如说组成部分的 一个或多个 这个A1呢 要小于A 它有关系的 组成部分 那另一个假定说A2 也要小于A 如果还有AN小于A 你一个或多个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每一个小杯子 每一个小杯子 都要比这个集团的大杯子小 那你N个小杯子加起来 可能大于这个集团呢 没关系 你N个加起来 比如说 你的A1加于A2 加加AN 对吧 AN括号 之和 等于A 大于A 小于A 都无所谓 它这个不要求 只有一个原则要求 每一个小杯子 小于大杯子 也就是说A1小于A A2小于A AN小于A 好 那么在集团审计当中 因为集团是一个以上的组成部分构成的 所以你就要确定集团的重要性 和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你不可能说 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审计 对吧 你要审计或审阅 就要确定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这是这一节的内容 第六节重要性干嘛 就大杯子和小杯子 好 我们书面的是这样说的 集团项目组确定集团财务报表相关的重要性 就是ABCD 这个由于第二章的内容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不用张开 对吧 这个集团财务报表整体的 就是这个A 然后特定类别的每一个都低于整体的 就是这个B 对吧 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已经学过的 就把学过的内容温固 还有呢 明显微小的错暴的临界值 就是这里的D 这个D很重要 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注册会计师 他不能将超过该临界值的错暴 视为对集团来讲明显微小 也就是说超过的就不能 视为是明显微小 低于的就可以 这个说法有点怪 不能将超过的视为 那意味着低于的就可以 对吧 是的 然后呢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要把他的组成部分当中 财务信息当中查出的错暴 只要是超过这个的 就要告诉集团项目主 是的 好 这个大辈子说清楚了 重点说小辈子 小辈子呢 是这样的 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因为我集团是一个以上的组成部分构成的 如果我对某一个组成部分 哪怕它不重要 如果我要审计和审阅 它就要确定小辈子 哎 就是要确定组成部分重要性 是的 好 那么请再次看这个图 请看这个图 有一个小密集 有一个小小的 啊 小小的地方 有一个星号 大家看到 你的教材也好 或者看这个图也好 有一个星号 看到了吗 哎 有四个星号 注意到了没有 这个四个星号 有的学员朋友问过老师了 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四大的面授和 这个面授班里面 有的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 哎 是这样的 请听 我们先看这个图里面 图中有四个星号 这个星号就是要利用小杯子去审计 好 那我知道 这个小星号就是小杯子 那么这里有一句话 有的同学就没看懂 他说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他说那你用小杯子的审计 是什么意思呢 好 有的同学说老师 你看这个地方就没有啊 就说审计与特定风险相关的 一个或多个的 呃 四项没有啊 实施特定审计程序 没有小星号 是的 在最后一个 这个长方形里头 做特定的程序 没有小星号 对其中的一个认定 做特定项目的审计 没有 那反过来说有的这是啥呢 请注意 我解释一个你们就懂了 审计该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是子公司 是组成部分 假定说是一家子公司 或者是控股公司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他还是一家上市公司 他的财务报表 就叫财务信息 等于说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这个子公司集团的全子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意思举例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公司 他的财务报表 你把他整体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初期报告的意思 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并不是审计其中的一个项目 也不是做一个程序 就是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 来形成意见 形成结论发表一件初期报告 对 那你要形成结论 就是这个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是否不存在重大冲暴 你就要有小辈子 你不是审计一个项目 是对他要发表一件 初期报告的意思 对 好 大家看好了 如果你要对这个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初期报告 就叫审计 你什么叫审计 审计是什么 你发表一件 对吧 初期报告 好 那么第二个 就是特别风险的 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虽然他没有财务重大性 他是有特别风险的 他这个公司有特别风险 你把他做一个整体 形成意见 形成结论发表一件初期报告 你要用小辈子 如果你对特别风险的一个项目去审计 不要重要性 不要小辈子 对 你是对他的整体形成结论发表一件 你才要有组成部分重要性 你是对他的一个特别风险的项目去审计 不要重要性 不需要 他没有信号 不是老师瞎说 你看他是没有信号的 好 还有有的同学说 老师 审阅呢 审阅 你现在这个地方审阅的是什么 把不重要的 做了集团成员分析程序的你拿出来的 你审阅呢 也是对他的财务报表整体啊 对他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行政结论发表一件初期报告 只是你的意见是审阅的意见 你的报告是消极保证的报告 懂了吗 好如果你把不重要的组织部分 你就做最后的追加程序的时候 你是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那也是 哪怕他是不重要的组织部分 你要去审计这个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其实就是行政一件 行政结论发表一件初期报告的意思 对 你还是说是否不存在重大职报 得出结论的意思 对 好关于这个一个信号 两个信号 三个信号 四个信号 在这四种情形下 你是需要小杯子的 在其他的不需要 对 好我们说组成部分重要性在什么时候用 对吧 再看一遍 哪怕是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证据不够 我要追加程序就是这个C在C里面我要追加程序 这个最后一个长方形式追加程序的时候 我也要它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要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或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我要确定小杯子 对 小杯子就七个字组成部分重要性 特别的有意思 大家看 这个组成部分重要性 并没有说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没有 它前面没有加重要 你看到了吗 不重要的 如果我要追加程序 你看 这个不重要的 我选一部分出来 我要去审计或审计它 我也要确定小杯子 各位同学看清楚 并没有说组成部分重要性前面加重要的整个部分 我要确定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这样想 这肯定是瞎说的 错了 只要是一个组成部分 你计划就审计或审计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我刚才反复讲了 不是你理解那个意思 它就是要合理保证 它是不是不存在中大抽泡 如果是审计的话 就是低于审计的保证程度 也是要得出结论的 对 那你就要小杯子 你一定要咬文角质 这四种情况下 我才需要组成部分重要性 你对集团层面分析程序 我不要 你做特定的审计程序 我不要 你是做一个程序 并没有行政结论 发表一件出的报告 我不要的 你对一个项目就审计 比如说对它研发支出 这个项目就审计 不要 你并不是对它行政结论 发表一件出的报告 我是不要的 明白吧 所以这个要 看不懂 老师讲了 你要看得懂 OK 好 组成部分重要性 那么有很多题就可以出了 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可能要确定 是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要审计 它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我就需要 对 好了 好 老师跟你讲解了以后 再来看文字 基于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这个话是太牛了 就是说我集团项目组是老大 明白了吧 你不接受也接受 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我集团项目组就是老大 你的组成部分作者快递 就要给我 基于我集团审计的目的 听我统一指挥 包括你的审计报告 要早于我的 或者给我同一天 你不能挽约我 你的底稿 要从集团审计报告日 这一天开始 你就要保存 至少从这一天开始 保存十年 对吧 至少保存十年 这是基于集团审计 为什么教材第十六章 反复说这句话 基于集团审计 那我集团项目组就是老大 你组成部分的 哪怕是上市公司 你那个事务所 你那个组成部分 做这个话题 全听他指挥 Yes Yes 你审计的是一家集团的 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你就要考虑 你这一家 你这个 你公司是假集团的 你要服从 假集团项目组的指挥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好 基于 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集团审计项目组是老大 好 组成部分重要性 对应于集团财务报表 整体的 就是小辈子 你的重要性 都要低于我的 基于集团审计 你都要低于我的 这个没问题 好 那么也就是说 老师刚才讲的 你这个每一个小辈子 A1啊 A2啊 A2N啊 AW啊 都要小于我这个老大的 对 大辈子 大辈子 好 我们把这个图清除了 那些文字 我就有画面 我就很简单了 对的 好 那么我需要确定的情形 最 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图 如果有财务重大性 财务重大性 那这个组成部分 就要行政结论 发表一件初级报告 要合理保证 它不存在重大冲犯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啊 财务重大性的 我们就应当为 财务重大性的 一个或多个的组成部分 确定它每一个的杯子 小杯子 你看这句话 听懂了吧 我应当确定 因为具有财务重大性的 我是要审计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的 什么叫审计呢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呢 就对这个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新政界论 发表一件 初级报告 合理保证 不存在 重大财务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好 对于特别风险的 请看 如果集团项目组 需要审计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应当为它确定 小杯子 如果我不是 我是对它审计 一个项目 或做特定的程序 没有 是不是 好 第三 针对不重要的 组成部分 针对非重要的 组成部分 我做了集团成品的 分析程序 可是我的证据不够 我要追加程序 然后我要对 这个审计审约 那我就要 所以你看 对非重要的 组成部分 集团项目组 计划审计和审约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那么就应当确定 如果你计划 对不重要的 在集团层面分析 无需 对吧 好 谁来确定 老大 五个字 老大叫五个字 五个字 无论是 看题目 还是答题目 他就叫集团项目组 不要搞别的 就是集团项目组 对 谁来确定 只有他来确定 他来确定什么 确定小辈子 对吧 还是组成部分 什么什么的 均由集团项目组 确定 七个字 确定什么 组成部分重要性 OK 只能有老大确定 老大两个字 其实就是五个字 集团项目组 你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都不能确定 必须是他来确定 所以叫基于集团 审计的目的 要听他 从他这里是总指挥 对 那怎么确定呢 每一个低于 大杯子就够了 集团 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应当将组成部分重要性 七个字 设定为低于集团 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财务报表 整体的是什么 是A 你每一个都小于A 就OK了 你加起来 等于大于小于A 都可以 我不要求你 最终你的汇总数 我只要求单挑 A1小于A 老大只要你每一个来单挑 A2小于A 如果说 A1小于A 至于说你A1 A2 A3 你加起来 等于大杯子 小于大杯子 高于他 无所谓 都不计较 老大很厉害 都不计较 只要是每一个小于他 就够了 Yes 如果确定 清楚了 他就说了有一句话 可能会总数 可能高于他 可能等于他 可能小于他 但是呢 不能 不要求你按比率 去分配 是不是 你也可以按比率 如果你的项目 组成部分少 你按比率 也可以 他是不强制你 无需 无需采用 将集团那个大杯子 按比率 去分配 如果你的组成部分 就三个 我有一个 是做分析程序的 有两个要审计的 你要分配也可以 你分配就等于嘛 你不分配就可能 大于或小于 Yes 好 那接下来组成部分 这个小杯子呢 他的实际执行的 重要性 由谁确定呢 看图 看图 我们说这个A1 A2 谁确定呢 老大呀 A1小于A A2小于A AN小于A OK 但是组成部分里面 有实际执行的 这个C1 C2 谁确定呢 请注意 集团项目组 或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确定 如果是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那么 集团项目组 要评价 他确定了 合不合理 就够了 哦 那个第一 第二呢 就是组成部分 也有明显微小的 错过到临界值 组成部分 也有明显微小 错过到临界值 但是我们教材 没有说 OK 所以文字很长很长 其实画图 看图了以后 很简单很简单 那这个实际执行的 重要性 大家看啊 可以由谁确定呢 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或集团项目组 确定 如果是 如果是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确定的话 集团项目组 应当评价 实当 对吧 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可以确定 组成部分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对 啊 这个文字都很长 看图以后 都很简单 大是大非 很清楚 好的 那我们注意 那我们注意 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杯子啊 就叫组成部分 重要性 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心里就是小杯子 小杯子小杯子小杯子 我心里有小杯子 这个就很简单 然后呢 老师也给你看了 我有小杯子 对吧 我有小杯子 我有集团的杯子 你看我们集团的杯子好大 你看啊 集团的杯子 是不是 我小杯子里有一个或多个 是不是 一个或多个 有这个画面呢 就帮助大家来看这些文字 看这些文字 其实处理专家还是很狡猾的 比如说2022年这个题 不太好做的 它一个单选题 如果问你哪一个是正确的 就有三个是错误的 对吧 有三个错误 就是你一定要小心 像这样的题 我们单选题呢 有错误的是哪一个 简单 如果正确的是哪一个 只有一个正确的 那就是三个错误 比如说这个题 你看 组成部分重要性 我就心里想到小杯子 小杯子应当不超过 大杯子 集团在外面的 整体的重要性就大杯子 A1小于大A 这是集团的 这是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 他说不超过 哎呀好狡猾呀 不超过 那数学上不就是小于和等于吗 那这个是错的 不能小于和等于 应该是小于很明确 对 这个错了 好 他说不同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小杯子 不同组成部分的杯子 可以相同 可以不同 如果我加一句 可以不同 都对 都对 都是对的 小杯子 我不要求你相同和不相同 你可以按比例 你可以不按比例 但是我只要求你 每一个小于A 对吧 请注意 选项C 集团项目组应当评价 组成部分 确定的小杯子 哎呀这个小杯子 压根就不能有组成部分确定 小杯子只能由老大确定 老大是五个字啊 五个字 集团项目组 所以错了 选项第一 集团项目组应当 应当为所有重要组成部分 好了 重要组成部分 确定小杯子 是这样的 你不重要的 如果我要审计 他假定说 我这个不重要的 我选一部分 我要审计 我要审阅 我也要确定 还有 是重要的 财务重大性的 我确实要确定 是特别风险的 我不一定 特别风险的 我不一定去做 这个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 我特别风险的 我只做特定的审计程序 我不需要小杯子 所以你一定要有图吧 他多狡猾呀 这个肯定是错了 好像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都要确定 组成部分重要性 错 你看这是重要的吧 财务特别风险的 是不是重要的 那我重要的 我不一定去审计 该组成部分财务信息 我可能是审计一个项目 我可能是做特定的 审计程序 那我就不要呗 你看这里信号 信号是什么意思 老师前面讲了 对吧 yes 狡猾搭搭的 我们看一下解析 A为什么错 C为什么错 D为什么错 回头去读一下解析 老师给你写了 书面的解析 好 接着来看 2022年还同时考了 考了这个题目 请看 题目的体感 组成部分重要性 小杯子 小杯子 对 这个体是错误的事 有三个正确 好我们来看 选项A 小杯子组成部分重要性 就是小杯子 应当低于大杯子 OK对的 好我们在确定小杯子的时候 无需采用 将集团的按比率 你要按比率 你不按比率 都可以 无需采用 你万一要 也可以 你不按也可以 没问题 好 不同的组成部分 确定的重要性的汇总数 不能高于 你高于等于小于都可以 这肯定是错的 好 我审计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时 可以有组成部分 注册管理是或 集团项目组 来确定实际执行的 对 我并没有说没评价呀 我可以有他们确定 如果有组成部分 注册管理确定 我要评价 他确定的组成部分实际执行的 合不合适 对 你看这每一个题 他对错绝不 绝对不能蒙的 一定要搞清楚 好 接着来看呢 这个2020年的 这个单想选择题 还是考小杯子 组成部分重要性 七个字啊 七个字 组成部分重要性 小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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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清楚 一定会考的 小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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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考的啊 当然我还有 集团的大杯子啊 好 ABCD 我们来看哪一个是错误的 选项A 多次考了啊 不同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可以相同 都好 可以不同 都对 你说可以不同 对了 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也对 好 选项B 集团项目组 应当评价 组成部分注册快递 是确定的 小杯子 小杯子 只能有五个字 这五个字来确定 对吧 好 选项谁 并非所有的组成部分 需要确定 是的 我们有的重要的 也不一定需要 当我重要的 只需要去做特定的程序的时候 特别风险的 我可以不用确定 这个对极了 选项D 组成部分重要性 应当小于 小杯子 小于大杯子 没问题 对的 好 选项B 错了 组成部分重要性 只能由老大来确定 只有五个字能确定 有钱只有他 有钱只有集团项目组确定 其他的不行 好 2018年的这个题 小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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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考 一定会考 对 小杯子 就是七个字 组成部分重要性 一定会考 好 这个题问哪个错误 我们来看 组成部分重要性 应当由集团项目组确定 Nice 组成部分重要性 小杯子 应当小于大杯子 Yes 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需确定 No 当我对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去审计或审约的时候 我就要确定小杯子 Yes 不同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可以不同 可以相同 都对 Yes 小杯子一定会考 对吧 再来看一个题 多选题 两分 小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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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字 组成部分重要性 对吧 正确的有 选项A 请看啊 组成部分重要性的汇总数 不能高于 错了 可以高于 可以等于可以小于 好 集团项目组应当将 组成部分重要性 设定为低于整体的 Yes 因为只能由集团项目组 确定 每一个小杯子 小于大杯子 Yes 组成部分重要性 应当由老大确定 Yes 尤其 只有集团项目组 确定 是吧 集团项目组应当 为所有组成部分 确定 No 不可能 所以如果是对的 就是BC 如果是错的 就是AD 对吧 对错 绝对不能懵 好 我们还有一个 重要性的问题 就是明显微小 错过的零件值 我们说了 提醒大家 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 应当跟老大 集团项目组通报 他在审计组成部分的 这个财务信息的时候 如果发现的错报 如果发现的错报 超过了这个集团财务报表 明显微小错报 零件值的时候 你要通报给 集团项目组老大 不是超过组成部分的明显微小 是超过大杯子的 对 这个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对吧 好 明显微小是这样的 基于集团审计的目的 集团项目组需要设定 明显微小错报的零件值 不能将超过的 视为明显微小 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需要将 这个他识别的超过集团 财务报表明显微小 错报零件值的 通报给集团项目组 基于集团审计 你要给老大汇报 好 我们来看 集团项目组应当确定 哪些 集团项目组确定 大杯子小杯子 先把小杯子说一下 他要确定 大杯子 对吧 这是大杯子 这是小杯子 yes 他要确定什么 集团明显微小 抽报零件值 对 应当确定是这样的 集团项目组呢 集团项目组 可以确定 可以确定 组成部分实际执行的 也就是说 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实际执行的 可以由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或集团项目组 所以这个地呢 不是有钱 仅有他 不是有钱 仅有他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也可以确定 所以答案就是ABC 对吧 选项第一是 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 或集团项目组 确定 就是说 不能是有钱 仅有集团项目组 确定 对 就是归纳 总结出来的 好 各位同学 什么大杯子小杯子 是非考博客的 小杯子呢 叫组成部分重要性 大杯子呢 叫集团财务报表 相关的重要性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需要确定呢 好清楚 财务重大性的 一定要确定 对吧 这里有个型号 特别风险的 当我对特别风险的 这个组成部分的 财务信息 要审计它的时候 要有小杯子 不审计 不是审计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不要 对 这个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在集团层面 做分析程序的 不存在 杯子的问题 如果说 我还要做补救 就是把不重要的 拿过来 审计 该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哪怕它是不重要的 当我要审计 这个不重要的 组成部分 财务信息 需要小杯子 当我要审计 这个不重要的 组成部分的 财务信息 需要小杯子 如果我只对 不重要的组成部分 做特定的程序 或审计 某一个项目 不需要 很清楚 对吧 很清楚 yes 好 希望大家注意 十六章 第五节 了解 组成部分 做特快递 是第六节 大杯子 小杯子 都是非考不可的 很显然 是非考不可的 非考不可的 我们绝对不能含糊 yes 好 那么十六 十六章 第五节和第六节 这一讲的内容 很多料 大家回头去 温故 结合题目 OK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 谢谢各位